有位子就站啦 聽不太懂 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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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一張車狂嗆悲哀 兩個字越講越氣憤 就是要教訓年輕人 需要讓你教訓 你們也會啦 你也會啦 你也會啦 你老了也不會像你這樣啊 你老了更悲哀 不理會就被罵 原來又是為了不愛做 比你年紀大的也很多啊 你看 進來也都是比你大的 有位子啊 四號神移的台北捷運上 明明現場還有很多位子 阿伯就是不滿年輕人 佔又不愛做 暴怒狂飆 一會罵悲哀 接著又說沒同情心 接著讓他們好傻眼 而街頭也爆發 火爆炒麵 跟中午 想要抓回歸對不對 我不要讓你去學校 你跟我去派出所 隨便你講 隨便你講 反而我騎車駕駛 紅燈停下騎士怒氣未消 賺頭飆罵 甚至還鬧上警局 我現在就去派出所 我們到你這一條 不要給我跑 好怪 我抓過你 跟你在家找一頓 四八的桃園 原來外送員疑似 不想殺太陽 把車停在陰影處 不滿被人按喇叭 火氣一來就情緒指控 另外在新北市板橋 同樣是為了行車糾紛 卻大打出手 警方調查 兩人真到差點發生碰撞 原本起口叫 結果又巧遇 其中一人氣不過 拿起空的沙拉油桶 朝對方的頭上很砸 被打的起因是 頭部受傷器的提告 衝動代價可不效 這中程 梁敦軒正報道 人人帶著黃色紙家 走在大街上 就像古代犯人游街示眾 這是竹籤中原城隍祭的 夯家解惡 讓每一個市民有自省 自己反省的一個機會 結果大家其實透過 帶著這個紙家去繞境 鼓勵自己 讓自己可以重新出發 一年一度的夯家活動 民眾排隊臨指紮繞境 從新竹都城隍廟出發起架 一路走到北潭水田福地 這是我第一次來出席 一邊來為自己贖罪 然後順便來體驗這個文化活動 從一開始在廟裡 一直到這邊來 其實都很順 下一個就是我們的外裝 外裝 夯家消災解惡 是農曆七月的重頭戲之一 吸引超過三千人來報名 人數創新高 即使烈日當頭 也無法動搖民眾參與宗教慶典的心 8月16號還有一個茶葉案訪 就是我們城隍爺的二少爺 來進行茶葉案訪 那8月18號還有一個 繞境鎮孤 體驗我們新竹城隍祭的活動 而且享受我們新竹文化的魅力 農曆七月鬼門開 也是逐漸中原城隍祭 市府與新竹都城隍廟合作 舉辦一系列活動 讓民眾感受百年城隍的文化底蘊 記者周天翔新竹報導 香港人平均每天吃下375萬顆魚丹 上等於每兩個人就吃一顆 其中咖哩魚丹是最受歡迎街頭小吃 大街小鄉夜市或是便利店都吃得到 而在外島長洲還有比平常大四五倍的特大魚丹 是遊客到長洲必吃美食 其中一家40年老字號是長洲著名排隊店 突然傳出老闆要退售了 只營業到8月15號 跟平常一樣店外排滿人 聽到店家結業都覺得可惜 都有點可惜 我覺得它已經是長洲最好吃的一家 一會兒買多一點花園 原味一點 還有新鮮 10年前的紀錄片可以看到 當時已經70幾歲的老闆 每天清晨就要宰殺新鮮門扇魚 加入粉章等做魚丹 還有各類蝦碗 肉丸等 這些到8月中都成為歷史 燒市的美食還有這一家 幾個月前已震撼家 40元台幣一盒叉燒飯 吸引不少人排隊買 但日前無預警的關上大門 貼上內部裝潢亭葉 店家沒有說明及回應 以上是就香港記者黎敬華的報導 桃園一對夫妻過馬路 雖然沒走在斑馬線 但騎士減速離讓 沒想到遭後方騎士追撞 碰得一身雙雙倒地 騎著單車的阿伯突然 從馬路邊竄出來 第一輛車駕駛反應超快 急煞車讓阿伯通過 但第二輛車子從右邊殺出來 碰得一身 阿伯當場彈飛在重重落地 畫面好驚悚 事發地點就在北投 阿伯這一摔 好在命大只有四肢查錯傷 國道6號台中霧峰路段 自小客車疑似要變換車道 但角度沒抓好 直接撞上前面的車 撞上車尾車頭爆開 車身還往旁邊彈 雲林女騎士加速直衝 一輛貨車剛好要轉彎 騎士沒閃過擦撞到地 疑似視線死角被撞飛 台南發生死亡車禍 一名教授女助理 晚上外出倒垃圾 明明走在斑馬縣遭保時捷撞飛 最後搶救不治 女助理先生難以接受 妻子明明手法走在斑馬縣上 卻沒能躲過一劫 台南行人地獄再躲命 記者中午報導 屁股